主料,广式腊肠两根,鸡蛋一个,大米一碗,辅料,油,盐,芥菜,生抽二汤匙,蚝油一汤匙,白糖0.5汤匙,芝麻油0.5汤匙,香菇,水笋一根,胡萝卜半根,姜丝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到二十分钟,砂锅准备,在锅底薄薄的抹一层油, 把大米洗净放入锅中,倒入水,米和水的比例为1,1.5,浸泡一个小时,浸泡好的大米,加入半汤匙色拉油霸云,将锅子一直火上,大火煮开后立即转消火,盖上盖子焖煮,将米饭煮至八成熟,食材准备,胡萝卜切片,香菇切花,再切点姜丝,将辣椒先放水中烫至透明猪锅,切片, 锅中水烧开,放点盐,滴几滴油,放入芥菜,水笋,胡萝卜,水笋即香菇烫熟,捞出沥干水分,锅中水分快干时,米的表面有小洞食,在米饭表面铺上腊肠,姜丝,胡萝卜,水笋即香缩,再打个鸡蛋进去,盖上盖子在小火煮五分钟后关火, 不要开盖,继续盖着盖子焖15分钟,调味汁,一汤匙蚝油,一汤匙凉开水,二汤匙生抽,零点五汤匙白糖,零点五汤匙香麻油搅拌均匀,焖好的米饭开盖,排入叶菜,焦身调味汁,拌匀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一包好的包仔饭,煮的过程十分重要, 煮包仔饭要将米洗净后渗泡一段时间,直到泡透米饭,煮的过程中,关键是控制火后,火太猛,包里的水容易溢出,带走了浮在水面的油,煮出的饭就没有滑的口感,其次,肉的调味也很重要,鲜肉采购回来后要立即洗净,斩解,放味料腌制,然后长时间腌制,这样的肉才入味, 你最好要挑细力,修长,带任性,年轻不大的台山米,吃起来米饭才粒粒分明好入口,一,做包仔饭大米,要先泡过,将心泡透,这样可以熟的快,不会出现加深和糊的现象,米和水的比例要在一,一点五左右,按煮米饭时,锅中煮开立刻转小火,这样可以避免一锅和糊锅,如果喜欢吃锅底润, 有些焦的感觉的,可以适当多焖一会儿,整个过程一直保持小火,三,关火后不要立刻打开盖子,继续盖着盖子了15分钟,这样才能把香味焖入饭中,四,如果发现饭做加深了,不要着急,只愿着在饭上浇一些水进去,小火焖,焖到饭把水吸干, 如果还加深就再加一点,反复几次,本就熟透了,五,腊肠要有广式腊肠,味道正宗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